她是等于徐娘半老的故事主缘 更是皇宫里的贵妃 却为何忠途走上绝路 她的仗子有权有势 更是财迪华横移 她却为何要选择走上不归之路 徐娘风韵 领先骨传绵 有同个人 她的仗子的姓姨 更在贵人绝地 上去咱们说了赵姬的故事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位 我敢保证 其知名度绝对远高于赵姬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成语 您肯定知道 叫什么 徐娘半老 风韵游屯 听过吧 要夸一个不是那么年轻的女子 还依然很有诸色和风韵的时候 很多人用这个成语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 这位呢 就是这个成语的主角 只不过听完故事之后 我估计 你以后会慎用这个成语了 为什么呢 具体咱们把时间拉回到 1400多年前 准确的说是南北朝时期的 公元554年 八字算命数 亚曾八字命数 是第一云生成八字推算的 一门商务数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数 21年的到达 现场八字算命数 西家风水不停 民主法律 到港微信 2088 2688 南朝凉的江陵皇宫 往是大一年的大一天 天才能这样的 南梁皇宫乱过去 但是冰了 太阵冰了 他就出败 每次我们的包裹 就冰了 仓皇分导 发生新事情 我们知道 历史上那段时期 为什么叫南北朝 就是因为国家分裂 各路政权是你争我夺 这么西卫国对南梁 又开始大规模进去 而且眼看着就要打到 南梁国度降临了 宫女太阵要逃命 但是故意了 就在慌乱之中 有一类人 就是不解除漫 走路的姿态还挺优雅 没机关系 既然朝面都来得不一样 它是一转都不慌了 不光是这个时间 您再看这个庄宇 还能管 更是一样 半边脸 正常人 另半边的眉毛转 其实没有 脸上看着脸 估计到这儿 您晚上会再讲 这个女人不会是 脑子出了问题吧 上海话叫 马特拉 是吧 才变了 往下看 这个女人像自从倒视了一圈 然后走进一个房间 紧接着她把三次白灵 靠在了房梁之上 然后脖子伸进套中 下跳死定 相信这个时候 你脑子一定会有很多疑问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为什么要自杀 而自杀之前 为什么要化一个如此诡异的半面妆 这个女子就是接下来的主角 我们要说到的成语 徐娘半老 里头那个徐娘 但是为什么要自杀 还要以这诡异的半面妆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的丈夫 梁元帝 萧 萧 萧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熟悉 但是说到三朝四骁 喜爱文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风鼎盛 崇尚读书啊 在同一家族里边 往往会出好几个文学成就很高的人 比如说三朝 说的就是曹操 曹丕 曹植 父祖三人 而自杀呢 这是梁武帝 萧连和他的三个儿子 骁艺就是这东西一样 这里咱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学习话 通常我们把那些在学校求学的人 叫做读书人对吧 可您知道读书人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这就跟骁艺有关了 您来看这个 这是史料当工保存的骁艺的画像 从画像上看 整个看不出什么 骁艺是正常的 无论是眼鼻 头发 五官都很正常 但是实际上画像是被美化过的 真实的骁艺啊 有残疾 一只眼睛是特别看不见的 另外一只呢 势力也很弱 高度的弱势 但是此人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冲道 那就是虽然说身有残疾 同时呢 贵为皇子啊 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嘛 他就没有自貌自弃啊 就干脆啊 反正是一来伸手 翻来张统嘛 是吧 就不用学习了 这样子 他读书更加勤奋 勤奋到了什么程度呢 因为势力不好 不能长时间看书 于是他便找人来给他念书 轮番值班了 奏业不停 这些给他念书的人 就叫做读书人 读书人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谢谢大家